一生产地区 莲子的主要产地在我国的石城县 广昌县 林都县 湘潭县 孝岗市 五一县 攀阳县等 其中石城县的莲子色白丽大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广昌县的莲子微诺气箱 被誉为莲子之王 二 请看介绍 莲子的成熟期在每年的8至10月份 是睡莲科植物莲花的成熟种子 其种皮为红色或者白色 种配为纯白色 且莲子的形状为卵型或者椭圆形 长度可达1.7厘米 而且莲子具有较为坚硬的硬壳 其硬壳颜色为绿色 三 养殖方法 养殖莲子时 需要在每年的春季或者夏季时期播种 可以在土壤中施加磷肥和甲肥的混合肥料 为莲花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并且在发现莲叶变成黄色时 要给其施加尿素或者腐熟的有机肥料 使莲花快速结果